人跟禽兽差别在哪里? 就在人懂得伦常道德 禽兽不懂伦常道德 细心观察,他懂不懂?他懂 他很简单,很浅显,没那么复杂,没那么深 早年我住在澳洲,大概十几年前 我住在乡下 距离求院,开尘要十二分钟 有一天,早晨,我们看到一个景观 我们的院子很大,鸟很多 有一只鸟死了 在花园里面 另外有一只鸟 大概是他的配偶 就绕着他转 低着头,好像很不应该的 绕他转 绕了大概半个钟点 我们五千丝看到了 就把它埋了 就埋在花园里面 这只小鸟不走 它日夜守在那边 守了三天三夜 啊,就在那转圈子 也没看到吃东西 慢慢地在那转 转,三天三夜 我跟鸟死说 你是已经观察 啊,这个鸟一对夫妻的恩爱 这人都找不到了 鸟有啊,让我们亲眼看到啊 啊,让我们人看得受感度 啊,让我们人看得受感度 我们这个经文前面念过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这个鸟呢 鸟的先人有知吗 但是,它这是道德 啊,能三天三夜不离开 啊,埋子就是围着那个地方转 三天之后才离开 今天,人 人与人的相交 比不上年华 这么亲眼所见 真难得 真难得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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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